餵你喝酒 餵你喝酒 這裡 我是主位 又來到我們的 調桌椅分身 Take Benshinogic 哇 好帥啊 相信大家都已經看過我們的 初階乘酒教學 這一集的內容主要是講均度 主要用均度乘酒 來製作六杯很好喝的雞尾酒 均度這個牌子原本是在 1849年創立的糖果製造商 Sugar Common 你也可以這麼理解 那我們的Sugar Daddy呢 好 開玩笑 開玩笑 但是我們這隻均度 它是在1870年才被發明出來的 在當時它發明出來的時候 燒售了超過150個國家 1300萬元 造成了轟動 所以可以說它也是 尼口酒裡面的大前輩 畢竟它在1875年就已經存在了 均度的介紹 先差不多講到這邊 接下來直接進入我們的教學吧 接下來介紹一下 六杯的雞尾酒 這個結構我們都要把它說 很多是酸酒結構 酸酒我們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一個雞酒 糖跟酸嘛 我們現在把糖 換成了 均度成酒 先講到第一杯 Wine Lady 白色嘉仁 是一杯清酒的雞尾酒 在1919年由哈利創立 但是發明者 大家在爭論不休 到底是哈利愛克宏呢 還是哈利 克蘭 豆客 他們就是一直在爭論說 到底誰才是這個的創造 不管是誰來發明這一款雞尾酒 只要是好喝的雞尾酒 才是最重要的事嘛 那我們現在就來製作吧 基本上我一直在喝Wine Lady 都是45的Gym 45的Gym 20的Gym 20的檸檬汁 但是我意外發現呢 有一個原始酒譜的版本 所以我今天就要特別來介紹 這個原始酒譜的版本 那它的琴酒呢 是下到了60 這邊會使用到Boston 是因為它有蛋白的部分 那為了想要讓它比較好的打巴 所以我才特地使用Boston Shake 不然的話像這種 稍微結構的我基本上 都是使用三節色比較多 然後均度呢 這邊下到了10 15 綠藍乳的部分呢 也是下15 最後呢 再一顆蛋白 那我前面先做一個Dry Shake 我來準備好杯子 這邊呢一定要用到 雙重過濾 就是我們會再拿一個濾網 隔冰器 做一個Double Stringing 然後可以濾掉很多的碎冰啊 跟一些不必要的雜質 Why Lady 每次都在這種出場方式 每一次你都要跳一下 它有點滿 你先喝 其實這個版本我自己是沒喝過的 你不是怕蛋白喝嗎 就喝一口就好了 OK 那你覺得在喝嗎 我覺得 下這個60的比例 它的勤酒味道本來 沒有想像這種那種暴走 我覺得要本來是因為蛋白 讓它比較 柔化 反而香氣變得更棒 我之後會滿想試試看這個Dry 用別吃勤酒吃就看 我覺得均度的味道 比別到那麼的重 更多的表達是勤酒跟蛋白 後面有個蛋味 蛋味就覺得太甜了 可是你只有下15耶 我覺得可能是你保留下15的種 因為你也只下15 對 我覺得應該也差20 還是說這支GIN 比較甜 這支是惠特尼的原味 應該還行啦 好 反正呢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勤酒跟均度的搭配 去做這一個Y0 我本身是沒有加檔的 45、15、20 不是我平常會喝的意義 我自己的比例也是 45、15、20 這支該天大家都差不多 我覺得啦 嗯 10比1 大概都3比1比1 有一點比較好記 好 那我們就喝一下下一杯 接下來第二杯叫做XYZ 意思呢就是超越一切 而且在1930年有哈利創作 對沒錯是哈利 哈利克蘭豆客所做的 因為呢基本上 Side Car是一杯這個結構的始祖 其實很多人在做這樣發明的調酒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是這些機酒的Twist版本 所以你可能會聽到說像 Vacardi Side Car 或是像 Havanna Side Car 假設像這個如果在以前的話 可能很多人都會說 它是哈王納Side Car 因為1930年哈利有做了這杯酒 並命名 所以我們之後再喝這種藍母酒 跟均度這個結構的酸酒的時候 都會說它是叫做XYZ 那我們現在就來製作它吧 這個XYZ的比例呢 我就會照著比較經典的比例 45、15、20 因為我不喜歡太甜 所以它比較稍微酸一點 再均度15cc 再來就是檸檬汁20cc 好,來準備好杯子 最後再放上GARCH 這樣就是這杯很好喝的XYZ 換了一個車場方式 比較不彈掉 來看看這杯XYZ 因為我其實蠻常做這個XYZ 但是我自己是用黑浪做的 所以我也算蠻久沒有味道 白浪姆的味道 但我覺得用這個筆記做起來很好耶 陳味 它的酸甜跟它的陳味 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非常好 它的酸度也OK 甜味也不會太重 均度給它一丁的香氣 然後給它一丁的甜度 重點還是在表達哈娃娜本身的東西 那哈娃娜真的是一隻很棒的男人爪 真的是很費用的推薦大家可以購 那還不錯 那其實蠻簡單的啊 就是只要擠完檸檬汁 準備好雞酒一支均度就可以了 也不用自己煮它這樣 對也不用直接去買一支 一支大概落在五六百左右 CP值很高的一支酒 進入到下一邊吧 接下來是二四三賢琴 AKA巴拉萊卡 這一杯季味酒呢 已經要講到另外一杯 就是它的一軟雙胞胎 就是所謂的神風特攻隊 它們的差異性其實只有在 一個是用檸檬 一個是用萊姆 黃的有檸檬有萊姆 綠的也是有檸檬有萊姆 那要怎麼去分辨呢 我覺得最直覺的方式就是 就是有沒有紫 其實在台灣呢 基本上除了黃萊姆 比較難購買到 另外三種都有 A巴拉萊卡裡面 使用到的是黃檸檬 神風特攻隊 會使用到綠萊姆 接下來就來製作機會酒吧 然後我們這邊的比例 跟剛剛的XYZ一樣 都是下到45 均度我不喜歡下太甜 所以一樣是下到45 那黃檸檬的部分 我想讓它酸一點 所以我都下到20 來吃包物片塊 來準備杯子 最後再加上 Cunch 這樣就是 巴拉萊卡 那麼隨意的走進來 算了 喝一下 喝一下 你有喝過這杯嗎 有 你有喝過過阿萊卡 是非跟 卡蜜卡手在那邊做 你有喝過嗎 有兩者也不是這樣的差異性 我覺得巴拉萊卡 會比較清爽一點 它的風外會比較 沒有這麼的 直接性的酸 因為黃檸跟 他們萊姆的酸度 是不太一樣的 是是是是 我知道神風特攻隊 不是日本人創作的嗎 你是以為是 好像 聽起來就是 日本人創作的樣子 不是是因為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們都要脫其的主感 我就覺得神風特攻隊很屌 當他們巴拉萊卡 被一擊尾酒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哇 有那種感覺 有點像致敬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是致敬 還是覺得他們是 那種恐怖分 恐怖分子 我來喝一下 我沒有喝過這個 我只有喝過神風特攻隊 你知道我講的那個 黃泥的清香 如果你喝過神風特攻隊 的那個冷烈感 你再喝 二四三千七 就會感受到它的溫順力 以上就是我介紹的 軍度的前面三杯 另外三杯 就叫你來跟大家做介紹 剩下的三杯 就由我來為大家講解 這杯酒呢 是 這杯的故事有兩種說法 但是這裡的兩種不包含 大家常聽到 被榴彈擊中的故事 因為那故事其實是假的 然後這裡的第一種說法呢 是一個餐廳的老闆 艾瑞朗 他在1938年 遇到一位顧客 他說他不喜歡喝龍舌蘭外的雞酒 因為他這其他酒都過敏 但他又不想要純喝 所以這個老闆 他就用了龍舌蘭炯的這個做法 有家人爺 檸檬龍舌蘭 去做成一個像這樣子的版本 它是第一種說法 第二種說法 是由一個調酒師叫 他在1941年工作的時候 因為德國大使的女兒到訪 所以他就做了這杯酒 給他的女兒喝 正好他的女兒的名字 就叫做Margarita 也就是這個原因 他才會取名 這樣 但其實這兩種說法 我覺得都有可能 就看大家自己怎麼覺得囉 直接進入我們的調酒吧 我就不廢話了 那龍舌蘭物分 是15 豬度成9 然後我們下20 然後母子下15 加入噴塊 進行碎碗 Margarita最喜歡的就是它的眼孔 雖然我們平常是不做裝飾物的 但是這種細節還是要有 直接倒入我們的酒 下一個杯 拿出一炒 去做好了 我剛剛用給我拿你爛撞起來 撞到我的酒氣 那你先喝喝看 好啦喝喝看 有點鹽巴 太鹹了嗎 太多然後一直沾到我的鬍子 哈哈哈哈 在外面很多酒吧你會看到 只有半瓶眼孔 一邊是沒有眼孔 對但是我個人還是覺得說 他所傳遞的精神 我覺得他應該算是鹽孔 我是不知道 如果說 知道的關係我們可以 可以在下面說 這鹽孔的十足是誰 鹽巴 鹽鹽 均度 跟酸 酸甜去做搭配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棒的 一個想法 在很多季度的酒店 現在的凱柔師都會加一些鹽水 來增加它的鮮度 所以其實它是有提味道 只是如果說太多的話 有時候會讓人家有些小小的 是舒服的 那你自己的比例也是 跟這個一樣嗎 我全部均度的這種酸酒 一蓋就是四五四五四 因為每一隻雞酒的表現都不太一樣 比如說用其他的龍舌蘭的時候 它的酸甜質 你自己要再挑 所以我自己蓋的是 四五四五四 我覺得最好記得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重複也是不錯 我覺得很舒服 而且不會到太平 那我自己的比例就是 相反 四五 十五二十 我的鈴木都會嚇重一點 這是原始的 因為IPA的酒股是 五十 然後二十 跟十五的檸檬劑 差我摸摸的是 其實差不多 但是還是 有差 還是有差 但是更接近經典的比例 我不吵你留下一杯了 好 這杯我帶走 帶走好 我自己去旁邊 這麼有愛 拜拜 這一杯叫做Sensor 沉默的第三者 至於它的歷史 沒有找到太多 有找到的是 它最早是出現在 1937年的這一本書 那就是IPA酒股 目前就找到這兩個 它是用的是 黃檸檬汁 這邊 下45 冰度下15 黃檸檬汁下20 加入冰塊 進行一個Shake 倒入酒液 然後要噴上很關鍵的檸檬皮油 好 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邀請小衛 來跟我一起喝一杯 石沉大海 那你剛剛馬路話 你現在沒有體力喔 石沉大海 到那個凝聰的心情 發生什麼事 我沒有算是一個天分 欸以後這個可以找我啊 我可以幫你刮一下 我下次找你 其實也沒差啊 有時候有些咖哩學生 忘了沒丟啊 不然就是 冰塊皮油可以放掉 其實也都ok啦 沒有那麼自私 它是一定要Scotch Whiskey 多人用其他的Whiskey 很棒 我喜歡 我自己覺得 威士忌跟陳酒是非常搭配的 那麼多酒種來做包 我覺得這個木質調 跟它的陳酒是相對搭配的 黃綠綠的香氣在臉上 你會覺得很棒 很舒服 我其實沒有喝過幾次 這一瓶 我今天沒有喝 吳的 威士忌我喝吳的 比較多一點 如果要做酸的 我就會做威士忌燒 好那我們直接進入我們的 最後一杯 最後一杯呢 是我們的SICOM 這杯酒的起源 是在20世紀的伊藏 一個美國的上位 他每次呢 都是坐著測車 來酒吧 每次都會點了這杯酒 所以這杯酒 久而久之就被 變成為測車 塞卡 然後直接進入我們的挑酒吧 會用到的 有人頭碼BSOB 怎麼快沒了 怎麼這邊開的是 新的人頭碼BSOB啊 這一集呢 有人頭碼BSOB 沒有贊助博士 以後應該會有啦 快吧 我們剛剛先來開明星的 這一隻好像是 中秋節特別版的 沒記錯了吧 聽到這個語樂的聲音 就是好久 好不要惱 人頭碼BSOB呢 下45 先就成縣 下15 黃檸檬 加25 加肉冰塊 進行水 放入 要好的酒液 接下來分上檸檬皮油 放入Garnish 這樣就完成了一杯好喝的塞卡 一定要這麼沉嗎 我坐邊車 那個軍框是坐邊車喔 我是那個軍框 對我要來喝塞卡喔 可以喝一下吧 來喝來吧 葡萄的香氣 然後也有木質料的味道 他一定要用黃檸檬 如果他用萊姆的話 完全 味道就不ok了 很多人會不會問我們說 檸檬跟萊姆真的差那麼多 一開始的時候我也不相信 但其實香氣 銳利度 酸度 甜度 都有所差異 如果說喝的比較 後面一點的話 其實我覺得 嗯 我們講的那麼多 大家可能聽不懂 對我覺得 所以你就直接去買一顆 你只要吃一支卡 你就可以明顯地感測出 兩顆的差異了 其實如果說真的 一開始不知道 林檬跟萊姆 沒關係 你們就都坐著喝喝看 其實都可以叫做 塞卡 也可以叫做 Senseur 也可以叫做 都沒差 都可以這樣子喝 只是說 真的去挑選一種黃檸檬 去做這些 激味酒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中的差異 但是我覺得 要先愛上去的酒 你這些東西 你都要先喝過 你才能去理解它 因為我以前不挑檸檬的 也不挑藍檬 就是直接都用 我會先不挑 可是後面真的 你這樣去做它 就覺得它有所差 真的是很好喝 嗯 這邊也是我平常二的第一 好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 挑桌影分身 將你六君 將我六君 將你六君 一支君度 就想要將我六君 沒錯 做六倍給你 對不錯 我覺得這樣子 可以更讓大家 理解到說 其實一支一口酒 就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變換 只是 變換的雞酒 就有很多不同的風味 那只是在於一些 比例的差異性 還有檸檬 跟藍牛的選擇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所以君度這個是 CB是很高的一支酒 非常建議大家去購買 好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這一集的話 請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想問的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你的每一支留言 我們都會看喔 我們是 為你喝酒 讓你每天在家 都會好喝的雞尾酒可以喝 我們 下次見